别动 走路不看车是不是 有会不会走路啊 终于有人是你 继续吧 徐彦时 你也圆了你也圆 徐彦时 我生意你真不来了吗 徐彦时 我就不去了 好 世界上有很多种酒别冲锋 年年不忘的 过境重圆的 而我 恰恰是遇到了一种最尴尬的 尴尬到我都不想让对方知道那是一场 九月重逢 这女娃 愣你去躲窜点 你妈啥毛钱干啥的 大半夜里你过去看的 搞没啊 母家 落地了吗 你还记得学院时吗 嗯 记得啊 她不是后来转学了吗 好像还是因为你吧 小姑娘 你拿你我手机 给咱七个导航 看你导航走 这导航定位都是他们给的呀 威主不能盖 还产得很 师傅您就没有车载导航吗 我 我手机没电了 谁总问我东西 又贵又不好寺 啊 你先把电子冲上 那个耍路先咋就揍啊 那 那我一会儿给您开个车载智慧屏 您看屏幕就行 我也刚来不带书 怕指错路了 行 其实第一啊师傅 车载导航的硬件 不用考虑对人体的辐射问题 所以它功率大 相比手机导航能接收的信号呢 就更为丰富也更为听准 第二 车载导航的内存和计算能力呢 也比手机更为优秀 您可以装一个试试看的 干啥啊 可以不装啊 哎 你也从我卖车去吧 这小子把他把手里偏行 替转姐的啊 这装这不错 不是吧 许院师竟然卖车去了 难怪他从来不参加同学会 连群动一架 整个一步是人间烟火的 高岭之花呀 当年那么丰光的一个人 竟在奖壮拿到手软 保送的名额都快要收入囊中了 偏偏被我逼得转学 哎 以前的荣誉都前功尽弃了 难道是转学后心态失衡 没有考上好大学 哎 向远呢向远 你可真是害人不浅 我听说许院师现在混得不是特别好 好像在车行卖车呢 你哥前几天不是说要换车吗 让他打听打听 都是老同学照不照顾生意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好 小伯娘 你从伤害玩儿来的呀 理由啊 不是 上班 好 看来快到目的地了 过了今晚 我和许院师应该不会再见了 真假的向远 许院师这个学生竟然在卖车 那是挺惨的 我问问我哥 看他要不要换车吧 过了你这么帮他 不会对他还有什么想法吧 现在跳车来得及吗 你怎么不说话 小人 好久不见 向远 你可姐姐走了吗 没情况老大 搞半天奇奇怪怪 原来俩是旧相识啊 刚刚怎么回事啊 你直接跑到电话挂了 等我回上海了 我还能把你杀了呢 这 怎么了 别动 没错 没有吗 我还能为我 现在闲门 你不应该 不想辨识 你不让 duct的 我回归了 你不准备 你不想摆 先谢谢 过去吧 这么无情的吗 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能争一口气呀 给个漂亮的亮相 和洒霜的礼品 行了 你一个人瞎想也没啥用 说不定人家学生 只是当做遇到了一个普通老同学 怕你闷死 替你截个帽子 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算是普通同学 我也是最丢脸的那一个